1951年的抗美援朝有一场鲜为人知的绞肉机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单日毕敌最高纪录出自这场战役 同样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之罪 这个战场也有一席之地 它极为罕见地出现了牺牲人数高于受伤人数 这一战场绞肉机现象 1951年6月志愿军58师力挽狂澜 为绝境中的九兵团在华川打开了最后的撤退通道 随着华川阻击战的结束 美军也失去了它在朝鲜战场 距离胜利最近的一次机会 不甘心的敌人在美七师的主攻下 带领另外三只主力师从华川出击金城方向 我20、27军先后阻敌两个月 9月份刚刚入朝的67军奉命前来接管防守任务 这个月67军打回去了敌人四个主力师两次大规模进攻 连续作战几个月的美七师宣告转入休整 时间来到10月中旬 美军贼心不死 再次下令由美24师、尾20、尾60全面夺取金城 至此67军金城南防御战就此爆发 67军2010在金城城北修筑底线防御带 同时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前方 以南北直通金城的主路为分界点 西侧山区归210防御 东侧归199师防御 200师横向展开三个团 每个团纵向构筑防御纵身 199师横向展开两个团 留一个团在金城川北岸作为预备队 同样每个团采用纵向构筑防线的方式准备迎战 敌人那边 尾二师为左翼从上甘岭东侧向金城进犯 尾二师师走中路 原因直观且简单 美军一向保证自己两侧得有人肉防弹衣的保护 同时自己的路线需要攻能直打战略目的地 跑则想追都追不上 一条南北贯穿的主路满足了他所有需求 右侧是尾六师担负进攻任务 不得不说被支援军教育了几次的尾六师 自我保护能力非常高 六月份打完华川阻击战以后 他把师部扎营在了北汉江南岸的大历里 他旗下的三个团已经打出去二十多公里了 师部没有向前一步 远远的藏在后方 甚至已跑得快著称的美二十四师的师部 都比他靠前 随着美军新的总攻准备开始 他终于过了江 但是待在和美二十四师师部平行的位置上 尾六师的进攻区域 无论对于敌我都是最凶险之地 与我来说一九九师五九七团背水一战三面积低 就敌来讲江南虽有地利优势 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地是金城 如何渡江才是他们的难题 在这一问题上 伟六师展现了难以置信的战场表现 至此双方布阵介绍完毕 接下来百余各阵地共存亡的故事 依此上演 1951年10月13号凌晨三点 伟二师每二十四师 伟六师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做全军动员 天亮后一百余架次战机 炸完我军防线后 伟十七团兵分三路 攻击一到五号阵地一线 其中一二号是五九九团一部负责防守 三四五是六百团三营的区域 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 伟二师十七团所有队伍都没有见到山顶长啥样 于是团长令所有人撤回来 干嘛呢 他们要炸山头 美军空军再次飞过来 炸弹汽油弹爆燃在了这片山区 三号高地是五九九团防守的山棱起点 是一个面向敌人逐渐升高的高坡 这里就敌人的攻击方向来看 没有被迫 也就是说 我军没有可以躲避轰炸的有利位置 当伟十七团重新出击时 三号高地已经全部撞灵迅波 于是二营继续向前攻击五号阵地 本以为也是无人之境 没成想六百团九连依然捍卫在此 他的另外两个营在一二号高地下 也没有任何进展 正当他发愁 这怎么交差的时候 一个转机出现了 伟三十二团一个连 持缘到了五号高地东侧 他马上令二营从西侧进攻 五连顺着山棱向下打 三面合围五号高地 奇迹也发生了 敌人三面进攻 我们的勇士就三面接敌 五号阵地就钉在原地 谁也拆不动 伟三十二团三营从七三四高地北进 原以为居高临下直逼山脚 但不好意思 半山腰孤零零地突出一个小山头 就是这座小山头 五九八团八连是要拿命守住 二排是八连的最前沿 一上午时间 伟军一个营发起了八次冲击 二排一己之力扛下了所有 副排长流动五前辈 七处扶伤 右臂早已被炸断 坚持奋战于阵地前 后来昏迷过去 被抬回到了后方以后 当他再次醒来 看到空无一人的隐蔽索 明白了一切 他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捡起一根爆破筒 当敌人走过来以后 他拉向了爆破筒 与敌同归于尽 自此二排命名 刘东武英雄排 拿下了二排 不代表攻克八连的六号阵地 伟二师当天出击了两个团 如果不算轰炸拿下的三号阵地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地方都没有攻下来 同一天的伟二师四十五团 兵分两路攻击七号八号阵地 五九八团七连在七号阵地上 直面敌人两个营的轮番进攻 坦克炮兵步兵轮番来 七连战士越来越少 连长谭德剑 一排排长七宝英两位前辈 先后拉向了爆破筒 仅剩通信兵最后一名战士 他也做好了下波敌人过来时 同归于尽的准备 上级急电撤回来 七连通信兵成为了全连 唯一幸存战士 战后七连受一等攻 八号阵地是五九八团三连的地盘 面对敌人一个营的进攻 连长刘文起前辈 机智皆敌 他让二排埋伏在敌人进攻途中两侧 把一个火力小组藏在正面岩石后 当敌人发起进攻时 把敌人放到阵前 随后一声令下三面开火 可能是四面开火 因为主阵地内的战士们已经杀了出来 在他们头顶向下扫射 被击退以后 美武团又派出来一个连 迂回到侧翼搞偷袭 又是二排 排长带着三名战士迂回到侧翼敌人的侧翼 忽然发起攻击 敌人一慌 一般趁乱去拼刀子 敌人见状 能跑的抓紧跑 跑不了的只能被放血 黄昏时分 敌人又对八号阵地进行火力覆盖后 三个方向攻击山顶 此时的三连 已经把最后一个牌放到了前线 肉区终不敌铁炮弹 三连迫不得已放弃八号阵地 他们并没有撤回到二道防线 而是在八号北山 与二道防线之间与敌人周旋 右翼的199师 迎战美军一个团 美军三个团 外加一个哥伦比亚营 596团六连三排 在9号阵地上 抗击一个多营的一整天进攻 哪怕敌人有半个营 在攻击10号阵地 10号阵地几次一守 9号随时有陷入敌后 沦为被包围的危险 但是无人退缩 最后全排仅有一名幸存战士 但是9号阵地并没有被敌人攻占 以上这些阵地 虽然悲壮 但至少有退路 接下来的阵地 才是地狱般的存在 哥伦比亚营 攻击11号高地 每21团攻击13号 作战中 11号高地上的596团 一连仅有9人撤出了阵地 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敌人攻下13号高地后 战士们就退到山脚下的 14号小山包 死守金城川 桥头包 597团进入阵地时 原本是在15 16 17一线 布置阵地 但是这三个阵地 完全是背水一战 不可能得到补给和支援 尾60 19团正面攻击16号阵地 20次 未能成功 于是 常年被揍的伪六师 也总结出经验来了 他不急于强攻 派出二团 沿江西岸 攻击所有桥头堡 和我军退路 另派出七团 强攻15号阵地的同时 占领 如乃谷 分割597团 各部的联络 军长得知 如乃谷丢失了 尽管江南三个主要阵地 还在597团手里 但是他已经意识到 再不撤 想撤都来不及了 然而这一切 已经来不及了 伪六师 已经在酝酿一场 翻版 你听说过抗美援朝 180师的故事吗 你知道180师之后 敌人照葫芦画瓢 全包围过我军 另外一支队伍吗 1951年10月13号 伪六师 把1990 597团 分割在了北汉江南岸 当晚 关于1990撤与不撤 67军发生了 和60军180师 比较类似的事情 一直在犹豫 从首长到班长 两种不停的政变 军长说 撤 在江北阻击 政委认为 有待考虑 是否再稍微坚持一下 军内从上到下 不同的声音 让这个团 没能第一时间撤走 等上级达成一致 597团 开始向江北移动的时候 伪六师的炮团 却马上封锁了 北汉江的所有都口 至此 597团 被割裂于前方 14号天亮 伪六师 七团 兵分三路 攻击15号 16号阵地 19团 兵分两路 攻击16号 17号阵地 同时 二团还在席柱进攻 达到下午三点 已经没有明显的 敌我分界线 我军所有阵地 和敌人进攻的队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敌人两个多团 把597团 二营三营 分割成了无数块 班级各自为战 战士各自为战 四连连长 杨振怀前辈 带领三名战士 坚守的阵地 击退敌人 一个营以后 看到隔壁阵地 正在拼此刀 他安排身边的战士 过去支援 自己独挡一面 很快 敌人再次冲来 他打完所有弹药后 纵身跳下了悬崖 壮烈牺牲 战后四连 受集体一等攻 连长杨振怀 追击一等攻 黄昏时刻 尾六师停止了进攻 597团 重新进行转移 但是二营 绝大部分伤亡 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三营 一共还剩 三十人 正在庆幸 这次通过渡口回撤 并没有遭遇炮击时 忽然 尾六师一支小队 出现在了眼前 他们什么时候 来到的江北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进攻 就是趴在 二十八号阵地周围 静静地等待着 渡江回撤的 五九七团 199师急调 五九五团一步 过来帮忙 虽然把敌人阻拦于 二七二八 二九三十 四个高地一带 但尾六师这路骑兵 相对扰乱了 我军的江防部署 让尾六师很多大兵 来到了江北 五九七团 仅仅是这场战斗的 一个小缩影而已 梅二十一团和 哥伦比亚营 攻占十一 十三 十四号阵地以后 用炮火 隔江轰炸江北桥头堡 二十六号阵地 五九六团三营 靠着坑道 躲过去轰炸以后 阵地前出现了 两个营的敌人 三营厮杀之际 二营在十号阵地 拦住了美十九团 骑义队伍 没多有少 都往前走了几公里 他是纹丝未动 不知道是脑瓜子一热 还是脑瓜子开窍 他派出一营 在二十余辆坦克的掩护下 假装偷偷摸摸的 在我军眼皮底下 开到了端云里 然后这个营 掉过头来 包抄十二号阵地 二营四面有敌人 且被分割在三个战场 九号阵地沦陷 十号阵地和十二号阵地 依然坚挺 这里不得不说 美武团没有冲这边打 某种程度上 减轻了十号阵地的压力 至于美武团 为啥不吃窝边草呢 一个简单到难以置信的答案 他们的任务区域不在这 美二十四师 让他沿着棱线向北打 所以你东边的山坡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他武团的进展如何呢 598团一营在山棱上 与武团周旋作战 敌人一个营 次次变招出击 次次被打回原地 不光正面打不过 美武团还有两个营 在山脚下出击 打打二十号 打不动 他就去打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打不动 他就喊战机 帮他炸一遍再打 结果一天的时间 武团炮弹没少用 阵地一个没占领 这一天的MVP 要数伪二师了 他把三十二团和十七团 基本全部展开 用了五个营的兵力 去攻击五号阵地 六百团九连顽强战斗 二排提出 英雄阵地英雄守 英雄阵地出英雄的口号 后来二排还剩最后三人 仍坚持在最前沿 战士张大六前辈 五处负伤 他拉开手雷冲进敌群 排长王丰林前辈 右臂右腿右侧身子 全部负伤 他就在战壕里爬着作战 击伤击毙敌人三十余名 未曾胆怯退却一步 越来越多的烈士倒下去 九连以几乎全部牺牲为代价 留下了敌人四百余具尸体 同时敌人也夺走了五号阵地 尾二师两个团一鼓作气 横向排开登陵北侧山地 一号高地 撞雷迅国 二号高地 四号高地 撞雷迅国 他们一天的攻击 推进到了十八十九号一线 登陵成功 就没有了绝对的阻击天险 错综复杂的交通网 让敌人的机械队伍如鱼得水 而且仅仅两天时间 六十七军第一梯队迎战的各团 已经把预备队投入到了战斗 直白点就是 两天时间 第一梯队的四个团 快打没了 如此惨烈的战场 和紧张的态势 军长决定 把自己的预备队派出去 601团去599团区域 602团却给199师当预备队 603团前出至42号阵地 至50号 再到58号一线 做好接敌准备 15号天亮 敌人开启了山地乱窜模式 维二师两个团先集合兵力 一举攻占了39号高地以后 然后以迎级为单位 分六路 在坦克的引导下 向着38 40 41 37阵地攻击 他们虽然互相支援 相互照应 分割了我军阵地 但一天的时间 仅仅拿下了38号高地 他们拿下一个高地 意味着我军又有一步 同归于尽 维二师相动一望 厉害了 美二师四师还在8号阵地那 跟志愿军 你来我往呢 于是 尾三十二团说 我借给你两个营 从后方包抄 你正面如果再打不过 以后别再让我辅助你 尾二师的加入 让这片被美二师四师 打得千疮百孔的阵地 变得雪上加霜 美五团攻击 二十二十一号高地前沿 美十九团一步攻击 十号阵地 另一步绕后到 十二号阵地 美二十一团带着小地 从东和北两个方向 包围了 二十五号阵地 十号失守 十二号失守 在最后一道棱线上 山峰之上 是美军穷追猛打的子弹 山脚下 是不断向上搜查的尾二师 五九九团四连 在三十六号阵地上 组建了环形防御阵地 四面截敌 五九八团一连二连 在二十到二十四号一线 铸就了一层 钢铁轰流击不垮 美军打不穿的防线 五九五团九连 防守在二十五号高地上 捍卫侧翼安全 天黑以后 四连幸存的全部都是伤员 他们组成最后几支战斗小组 从东北侧完成了突围 返回了后方 同一天 纬六十这边 他们和五九七团残部战斗结束以后 集中火力攻击二十九号阵地 但是打了多半天 没有任何进展 于是放弃了强攻 纬七团却攻击二十七号阵地 二十七号又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冷 敌人炮弹可以完全摧毁我军防御攻势 二十七号沦陷 同时这里比三十一号阵地高七十米 山顶之上又可以直接威胁三十一号阵地 三十一号阵地在炮火覆盖后 两个营出击 这里跟着沦陷 然而伪军并没有集火攻击二十九号阵地 而是就把他放在原地 由伪十九团轮番出击 表面上是在打这里 实则伪军的炮火支援轰在了三十二号阵地之上 伪六十的目的很简单 攻不下来就不攻了 主力直插战略目的地 叫原山 幸好三十二三十三高地上的志愿军 拦下了伪六十的步伐 当晚五九五团决定主动出击 从三十二号阵地一路杀回到了江派 拿回了除二十八号阵地以外的所有重要高地 时间截止到十月十六号 伪二十伪六十完成了第一阶段战略目的 攻破了六十七军第一道防线 每二十四十还在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五四个高地 与志愿军拉锯 这三天时间六十七军平均单日必敌六千余人 创造了抗美援朝单日必敌之罪 范弗利特看到战国以后 并没有就此停止攻击 他提出了一个更加疯狂的任务目的